大家好,我是老默 有朋友说错发糕,老师出现一些小问题 今天就分享一下细节上的技巧 先说面粉 今天咱们准备的是中筋粉,300克 咱们家里面有低筋粉,也可以用 这两种呢,都非常容易做 接着是糖的用量 一般100克,放30克糖 然后是处理糖的时候 咱们一定要准备开水 把糖完全化开 如果用温水的话,它下面会有颗粒 咱们做好之后甜度就会有偏差 倒入开水之后呢,一定要快速搅拌 让它迅速融化,就OK 接着是发酵材料 如果大家想用泡打粉 可以准备无理泡打粉1.5克 不想用的也OK 然后酵母呢,准备3-4克都OK 至于放酵母的方式 可以用温水化开,也可以直接加进去 主要看当天的气温高低 如果低的话,用温水化开最好用 全面处理完毕之后 在和面之前,一定要记住这个水温一定要下来 保持到30度 如果水温超过40度 这个酵母呢,很容易被烫坏 就会影响发酵的时间和效果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这些小的地方 注意好,才不会影响结果 再一个是面团的状态 有两种比较常用的 第一种常用的是面团状 就像咱们画面中这样 这个面团状态相对更容易 咱们直接用手压扁,用擀面这样擀都OK 对于新手来说,操作上就不那么困难 另外一个状态,面一定要偏稀成为稠糊状 咱们今天300克面准备了200克水 但是咱们新手在做的时候呢 尽量一次性活成想要的状态 因为这样的话会相对比较麻烦 所以大家不要学这个 面和好之后盖起来发酵 发酵的时候一定要时间长一点 时间长的目的主要是让这个面发酵的稍微旺一点 这样你做好之后,它的松软度才更好 发好以后,里面充满气泡 然后咱们闻的时候呢,有一点酵母味 像这个就OK了 如果是面团的话,咱们发好以后揉一揉 或者是擀一擀就可以了 像这种面糊状呢,咱们一定要挑开 看一下里面这种状态 然后快速地把这些搅拌均匀就可以 接着把容器刷上油 刷油的时候呢,薄薄的一层就可以 最后垫上一点东西 然后把这个面倒进去 倒进去以后呢,快速地给它弄开 咱们可以戴上手套,像这样给它压平 做一下造型也是OK的 如果是面团呢,更简单,直接压平就好 做好之后,包起来进行二次发酵 再一个要特别注意的是,二次发酵的状态 尽量不要发的特别满 七分就可以 因为咱们要流出烧开水的时间 烧开水呢,大概就是七八分钟 这点时间里面,七分八分的发酵状态就会发到十分 这样最后蒸出来就不会起大泡 另外,如果里面有大的气孔 一定要提前挑掉 关键是,看见的部分一定要挑掉 像这样,发酵完成之后 咱们就可以直接上锅蒸 蒸的时候,还是水开 用中火烧25分钟 发酵蒸好之后 只要前期没有问题 闷不闷,无所谓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熟透 这样发酵咱们就完成了 不管你做哪一样发酵 前期的操作部分都是一样的 把所有的小细节都考虑进去 做到位 做好之后的效果也不会太差 另外,大家还需要注意的是 咱们刚做好的发酵 不要着急去切 一定要晾凉之后再切 这样才有形状 如果趁热去切 因为它现在这个状态是比较柔软 面粉还会有一定的粘性 直接切的话会粘在一起 最终的品项就会受到影响 最后,希望大家记好 咱们前面说到的技巧点 再来制作 就非常的松软好吃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视频,再见